前两天我有一个朋友说自己得了取齿 牙神经坏死疼了一晚上都没睡 然后补牙又花了好几千 又贵又受罪 我是美国留学的时候呢 能感受到他们确实是很注重苦腔健康 美国牙医遵循的是private care 每年呢要两次洗牙 洗牙后呢牙医会检查牙引扁桃腺是否健康 大家呢对牙齿健康也一定要重视起来 日常清洁的话呢 除了我之前视频里提到的用束口水之外 刷牙的方式和牙刷的选择也很重要 我的牙科医生呢 常说我刷牙的时候容易忽视中间的牙壳面 尤其是最后面的大牙 还在用手动牙刷宝宝呢 可以换电动牙刷 清洁力是比手动强很多 可以更高效地清除牙均弯 我用了张新成与家人之名 同款U-Smile品牌大理石牙刷 挑选这款除了清洁 美白 霍骨 舌苔四种模式之外 还设计了三种强度调节 柔和 适中 强力 哪怕牙齐再敏感 也可以找到适合自己的岛位 还赠送了三种刷头 美白刷 喝骨刷 舌苔刷 刷头呢是小刷头 可以刷得到绵绵角角 充电一次呢续航半年 完全不用担心外出会没电 好看又好用 我就跟我爸妈又买了一套 一黑一白 牙齿一定要好好清洁 不然牙疼起来真的要命 还可以闲